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最稀少的一天 只有西南一带还有华南的沿海会出现一些降水 那总的来看 今天最具规模的降雪是会出现在青海南部这里的 普遍是会有小到中雪 而玉树镇区在今天晚些时候也是会出现中雪 所以当地的防寒保暖工作尤其需要做好 沿途的物资运输也是需要警惕道路湿滑的问题 再来看看其他地方 今天跟更多的阳光相对应的则是大片的升温 像是北方的很多城市 包括北京石家庄在内 甚至一直往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 都是能够感受到20度左右的温暖 不过这种大片的阳光升温只是会维持短暂的一天 因为明天新的冷空气又会自西北而来 全国大部地区又会拉开大范围的降水帷幕 不过强度不会特别强 普遍是小到中雨雪天气 来看城市一报 分享阳光 分担风雨 第一时间 第一印象 北京情7到20摄氏度 哈尔滨情3到14度 长春情3到13度 水阳情3到15度 天津情10到20度 霍浩特情2到14度 乌鲁木齐多云9到19度 银川情转多云6到19度 新宁情1到16度 兰州情2到18度 西安情转多云11到23度 拉萨多云8到22度 成都多云转阴12到21度 重庆多云转小雨13到19度 顾阳镇雨转多云8到16度 昆明小雨转镇雨15到18度 太原情2到18度 石家庄情8到21度 济南情12到19度 郑州情8到20度 河飞情10到20度 南京多云9到19度 上海多云转晴9到20度 武汉多云12到22度 长沙多云转阴12到20度 南昌多云14到20度 杭州多云转晴10到20度 福州阵云转多云12到18度 台北雷阵雨15到19度 南宁多云转阴17到23度 海口小雨19到21度 广州阴18到22度 香港阴转阵雨17到20度 澳门阴转阵雨17到20度 北京情7到20度 昨日旅行都接地榨阅 2 3 5 답